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站叫沙川站 这是第一次来 在渣谎和续川之间的一个站 当然今天不是来沙川 是来这附近的另外一个地方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下车 很少 这站看起来挺大的其实 然后今天虽然是阴天 但温度不低 还挺热的 然后要先去前面的 市立医院的门前坐巴士 这边有标志 是一所病院 然后公民馆 意外的等车的人还挺多的 从渣谎坐特起车一个小时到沙川 然后再从沙川坐40分钟的巴士 今天要去的一个地方叫做戈志内市 戈志内市位于日本北海道中部 是一个曾经因煤矿而繁荣的地区 当前人口仅为约2600人 是全日本人口最少的城市 戈志内市因其丰富的煤炭资源 在1948年达到人口峰值的约5万人 但随着煤矿产业的衰退 就业机会大量减少 导致居民流失 人口的数量急剧下降 到1981年 人口减少至1万人以下 并最终成为全日本人口最少的城市 且全市65岁以上的人口 占比已经超过了50% 这一站叫戈志内学园 这边应该可以看到 有一个学校 因为当地人口数量减少 学生数量不足 室内原有的小学或中学全部废校 现在室内唯一被称为 戈志内学园的公立学校 是原戈志内小学和戈志内初中 合并后的一贯制学校 目的是节省开支 节省设施的维护等 并减少教师的数量 当前全校学生数约为70人 室内好像据说 唯一只有两家便利店 这是其中一家 这下面看起来有很多居民的房子 整体房子建的倒是 还是感觉挺漂亮的 房子真的看起来都不旧 还挺新的 哦 这也是据说是室内唯一的一家超市 是二三年才重建的 之前一直是没有 这边因为他们除了邮局以外 有很多的这种叫住宅的团地 就政府的这种公营的住宅的地区 所以这边居民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专门建了一个五超市 哇 这边看起来真的是 比较新的住宅区的样子 感觉这附近的房子就比较破了 应该是比较早期的建筑 这地方虽然叫神威神威世界地 但是 看起来也没什么电 这些住宅应该都比较老了 下车了 这站的叫歌神 因为之前张秀有来过 所以这边的被命名为歌神 当然是我乱说的 因为以前歌之内市 他们的这个站呢 就叫歌神站 所以呢 这个地方算是以前 他们市中心的地方吧 虽然说下一站呢 就是市一所了 也就市中心的地方了 但这边看起来也是 四下没有什么东西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们这边有一个这个 温泉 还有一个滑雪场 这据说虽然说市区没有什么人 但是他们说为了让这个城市能够更加的活力一些 所以这个滑雪场也是时隔很多年又重新开放了 因为整个市区 整个歌之内市大概50%的人口 超过50%的人口都是老年人 所以这个滑雪场其实当地人应该也是会利用的很少 但是呢 民间资本买了买下来之后呢 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滑雪场保留这个城市唯一的一点活力吧 所以就 这个恢复了 这就是老的他们的那个歌神站的站牌 当然这个站牌是后来新设立的 老的肯定没有这么新 以前这边呢是有一条铁道线的 这里其实曾经有一条铁道线 叫歌之内线 连接沙川市的沙川站 至歌之内市的歌之内站 属于原日本国有铁道的线路 于1988年全线飞除 当时铁道线主要的任务是运输煤矿 在1963年成为日本全国数一数二的高盈利铁道线 可是随着煤矿业的衰退 也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歌之内市的历史 同老宋曾经去过的衰退城市西章一样 与煤矿产业的兴衰仅仅相关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中叶 因为全日本开始使用煤炭发电 煤炭需求大增 歌之内市作为北海道煤矿的产区 煤炭产业也成为该地区的主要产业 许多人在煤矿工作 城市迅速发展 人口也达到顶峰 据说当时到北海道来工作 煤矿工人的收入非常高 按现在的收入情况来换算 可以达到年收入1000万日元 而且还可以获得免费的土地 所以自然有很多人蜂拥而至 然而随着能源结构的变化 从1960年代起 煤炭需求减少 煤矿相继关闭 这给地区经济带来了巨大打击 许多居民迁出该市 最终在1989年 歌之内市最后一个煤矿关闭 时至今日 在少子老龄化的影响下 成为全日本人口最少的城市 这边走过来就是他们的市役所了 就前面的这个楼 这市役所应该算是非常小巧的一个地方 一般市的市役所很小 很少会有这么小规模的 我觉得西张的市役所的建筑规模 比这个看起来都大 但里面这边很多 停了很多的车 所以看起来应该还是很多 今天应该是上班时间 还是有不少职员在里面上班的 今天应该是 虽然这里的人口比西张还少 但是我觉得没有西张那么的破败感 然后市役所前面这边 还有一个很大的标语 一住应援 真的是没有人了 五百万最大奖励啊 然后他们好像据说 歌之内他们这边还有这种 一住的体验活动 两天三晚 然后免费提供住宿 什么饮食给你 让你来体验一下在这边的生活 然后鼓励大家移居到这个地方 否则真的是没人了呀 这边真的两千多人的城市 感觉真的没有西张那么的 那么的废墟感 破败感那么强 这边这房子整体来说 看起来还是挺新的 虽然说人口少 本来想说到市役所附近这边 看看有没有什么店开着吃点东西 但是这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店 但是我真的觉得上面那些房子真的挺漂亮的 就是在绿树和花丛中的感觉 这边真的是各家门口都种了很多的花 我觉得这些点缀就让 这 你要说农村也好城市也好 看起来没有那么的丝板 没有那么的萧条 哇这边有家店 但是没开 它上写的这个 南国 是这边的比较有名的一个食物 但是据说是 马的内脏 听起来就不太想要挑战的 感觉 但是据说是这边挺有名的 然后它是马的内脏 然后用味增煮 然后这边也算是稍微 繁华一点的地方 这是一个齿壳 然后前面好像是他们的邮局 就算是市中心的地方吧 真的是每家每户都种花 而且是各种类型的 现在这十街 真的是开得很漂亮 这样子挺独特的 这边还是能稍微看得出一些这种 破败的痕迹 以前的这种商店 就写的香园商店 牌子都已经摘掉了 然后远处还有一个叫出口商店 这都是应该是很多年前这边 还都是店铺 而且这是多久之前的店了 变化只有三位啊 3013 看这杂草丛生的样子 这应该是已经没有人住了 这边就是真的很安静 一路往山里面去了 焼鳥 这应该是很早 也是很早之前的这个烤鸡肉串的店 左边这栋楼看起来应该也是 现在没有再用了 没有任何的标志 前面是他们的邮局了 邮局看起来倒是挺大的 搁置那经济中心 这应该也是都关了挺久的 看起来应该以前是一家服装店 不知道还开不开 按理说今天周五应该是开的 这好像是他们的公民馆吧 这看起来规模还挺大的一个地方 这是他们的公民中心 包括图书馆啊青少年中心都在这儿 这里边其实挺不错的还挺舒服的 两千多人的一个小城市 有这样的一个公民馆 有这样的一个公民馆 这样的设施其实我觉得算已经算是挺不错的了 虽然是图书馆 但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片区域 还挺可爱的 铁道园算是真的挺有名的了 哦不对 这边才是图书馆 这边才是正儿八经的图书馆 在这里头 市民交流中心前面的这些房子 看起来应该都是 都是废掉了 这里还写的是民宿 以前这上面应该是民宿 然后右手边的是饮食店 而且还有陈基斯港 就是那个烤肉 然后内脏系的 现在应该肯定是没有了 这边的房子写的也是民宿饮食店 但看起来也是没什么人 好这是理发店 这怎么看起来感觉好像还是 应该是不开了已经 这个卖鞋的店 它完全没有营业的迹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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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真的很多团地 这边也是一个大片的团地 然后 他们这团地挺有特色的 就是平房的 还是比较少见 因为这当地的老龄化太严重了 全都是老年人主 所以他如果建楼房的话 上上下下也不太方便 所以他们这边建的是平房的 平屋的这种团地 这种确实比较少见 往前走那边看起来 应该是那种两层的 这边真的是大片团地 有一些感觉应该是当年留下来的 这真的是一个爱花的城市 到处都是种了很多的花 这边是大片的 北海道特产 雄出没注意 5月23号凌晨4点目击了 就在这地方 果然还是北海道地区 还是真的很容易会碰到熊 看起来左手边的这些团地 我刚想说这边应该没有人住 那边二楼探出来一个人头 估计可能有一些比较老的就没有人住了 但楼上那边还亮着灯呢 所以可能还是有人住 但有些房子感觉都封起来了 但有些可能还是有人在住 这边这个团地就看起来就比较新 应该是新建的 真的意外的房子还建的挺多的 人口虽然没有那么多 然后在北海道最靠得住的还是便利店 当然这是他们北海道特色的这个 在其他地方是很少 买了碗泡面 然后在这便利店门口吃泡面 然后吃吃 开始下起雨来了 据说再往东走一点 可以看到一座曾出现在电视剧里 承载了一代日本人回忆的电影院的废墟 但因为公车和下雨的关系 就在此别过了 毕竟对我们来说 其实没有所谓的情感寄负 各自内饰 这座位于北海道正中 四面环山的小城 也许是因为夏日清绿和花朵的影响 倒像是一座田园木歌风的世外桃源 不翻开历史 谁也不曾想到 这里曾经历了如此大的兴衰变迁 时代的变化 其实某种程度上不可阻挡 但的确让人唏嘘 日本各地 当前其实谈的最多的 都是支援地方移居 搞活地方经济 但少子老龄化和都市人口集中化 像是一场洪流一般 扑面而来 难以阻挡 现在这里已经被指定为 消亡可能都市 据预测 二十年后 人口将不足一千人 尘归尘 土归土 也许到某一天 也终将恢复到它最初的样子 人生 人生 って 不思議 なもの 不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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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思議